要得到,要開始,要開始 要得到,要開始 要開始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凱 今天我要帶大家來吃 偶像郡伴蛇直樹裡面 有拍到的一個場景 那這個場景本身呢,它本身就有提供 午餐吃到飽,那吃到飽的服務裡面 有包括很多的生魚片 那生魚片裡面有很多 像是鮪魚,或者是鮪魚泥 還有鮭魚,可是它鮭魚 不是我們一般所吃的那種鮭魚 它是有點醃漬過的那種 那今天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吧 那它就在馬仕亭 前草橋這邊,它叫做 那跟我們去看吧 那首先我們來到 店門口就可以看到它這個 那它是在這個建築物的 地下室,那我們就 順著這個樓梯就可以走下去 排隊,那它這邊 旁邊會有一些海報 宣傳這樣子 那10點可以開始拿號碼牌 11點開始入場 那這是它入場的一個狀況 我們需要拿這一張號碼牌 才可以進場 那進來之後 它會先給你一盤鮭魚卵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霸台有各種生魚片 還有像這個就是鮭魚 那下面有一些鰻魚 還有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鮪魚泥 真的可以吃得很爽 那再來還有一個蔬菜區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邊有 豆芽菜啊,花葉菜還有 玉米跟番茄 那最後這邊還有一個白飯區 還有一些煮物 它就煮了一些大根跟尾魚 可是我不太喜歡吃這種煮物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吃了 最後呢還有一個味噌湯 那它還有一個飯後的甜點 就是這個水果 裡面有橘子的蘋果啦 還有生蛋可以吃 旁邊還有提供熱水跟冰水給客人飲用 那我自己呢 這次拌了一碗鮭魚泥飯呢 還要再夾著一盤滿滿的生魚片啊 還有菜啦 還有這個令人滿足的鮭魚卵 那還有這個味噌湯 這個鮭魚卵不是每次都會送的 這是最近才開始有的 那讓我們簡單來看一下店內的裝潢 對了 我們有關去的 我們都沒找到 我們有關在這裡 這個就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要找到 我們會找到 我們都沒有找到 我們來找到 好 那個鮭魚封 吃完了好飽喔 這個我大概現在實際上吃一盤我就已經掛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剛拿到那一盤 還有後面有吃一點水果還有喝喝味噌湯這樣子 那一個人總共是1500塊日幣 以前是1000 後來漲到1200現在漲到1500 估計之後又會漲到1800或2000之類的 所以如果有在日本又喜歡吃生魚片知道寶人 歡迎來這裡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下次再見